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福星来了,家里有龙狗蛇牛马的人注意了,有一个财富滚滚来,一起接福,人生的顺利与否,与命和运有关系,但只要能够掌握住自身运势诀窍,不愁钱财,除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钱之外,也千万不要忽略, 自己的财运,喜事不是经常有的,但家中有催运的人,存在那就不一样了,好运难当,想知道谁家有喜事临门吗?这几大生肖的人可是福星,妄家财运,一起来看看吧,生肖龙的人,他们做事脚踏实地,并且洞察力非常强,生来财气聚集财博公,家中财源滚滚, 家中如果站上一位这个生肖,那么富贵不请自来,他们命中,有左府福星高照,将会横踩满堂,生活将会犹如太阳般绚烂,今后偏财为生政财为喜,事业运旺盛,生肖狗的人, 他们对人友好真诚,性格外向,并且勤勉努力,生来有太白吉星入地库,家中站上一位这个生肖,那么好运和财富,将会齐齐进家门,另外下周有华西贵人相助,事业迎来高峰期,将会有财源滚滚洗进门,将来财运滚滚来, 事事如意,生肖蛇的人,向来好作善事,鬼点子很多,同时虽然脑子聪明,但是难以用到正道,生来财博公藏财,和钱财有极深的缘分, 家中如果有这个生肖,那么滚滚财富,将会来您家报道,另一方面,他们下周财博公藏财,和钱财有极深的缘分,喜事多见,可谓是神来期望,将来富贵长寿,光宗耀族,生肖牛的人,向来非常容易亲信别人,怕寂寞,并且对细节比较计较, 所以容易发现问题,生来得财神爷重点关照,谁家有这个生肖,那么谁家就会富贵有钱, 另一方面,他们有凶星暴败作乱,带来较多不利影响,下周急心入财博,自身的困扰能够有大突破,将来赚得盆满钵满, 承梦财神爷大驾光临,生肖马的人,往往有一副急性子,轻易不会发脾气,同时与世无争,喜欢平静舒适的生活,生来命中有, 子微急心入主财博公,家中有一人是这个生肖,那么全家人都会跟住享福, 另一方面,他们早期应受到五行相克之局的影响,有破财之灾出现,下周运势回升, 遇难能逢凶化吉,今后一生显荣,夫妻和睦,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及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敬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兴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鼠舌人,你人生的三个贵人,有一个绝对在你身边,家里有鼠舌的要注意, 生肖鼠舌的人,外表淡漠冷静,但其实内心十分热情, 在新朋友面前,比较保护自己,但与朋友相交较深厚, 便会处处关怀对方,做事有计划,有目标, 能够循序渐进地达到成功。 凡所喜爱的人是,必努力争取, 上进心强烈,使他们能获得一定的成就, 鼠舌人心地善良,性格温和, 总能给人一种,恬静安然的感受, 所以他们,往往人缘都会比较好, 也与佛有缘,终其一生,贵人运都会比较旺盛, 鼠舌人能够用满满的温柔,和爱来对待世界, 世界也会用满满的幸福,和美来善待鼠舌人, 由于具有天生的,特有的智慧, 鼠舌人,是一个天生的神秘主义者, 他们喜欢发现新事物, 探求各种,有意思的事情的来龙去脉, 他们被生活中,所有美好的东西吸引, 一朵花一棵树的美, 也很容易打动这群, 独具艺术气质的鼠舌人, 舌年出生的人,一生朋友满四海, 走到哪里都是贵人, 正是因为他们的高超情商, 具有擅长社交的本领, 鼠舌人虽然天生爱财, 但在朋友意气方面, 却也是非常地道的人, 在伙伴需要帮助的时候, 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他们, 因此鼠舌人一生也注定, 能得到别人的慷慨解囊, 如果不经经计较, 能更加大方, 鼠舌人就更受财神眷顾, 迟早能发财了, 鼠舌人,你人生的三个贵人, 有一个你绝对能遇上, 鼠舌的贵人属相, 牛,鼠舌的人和鼠牛的人, 在性格上会有很多相反的地方, 但是他们却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, 也就是说, 性格上的不同, 并不能说明他们, 不能成为好的朋友, 相反, 只要他们走到一起, 就会产生一种互补的力, 令双方有相见恨婉之感, 鼠舌的贵人属相, 猴,鼠舌的人, 和鼠猴的人之间的友谊, 只能是普通的等级, 到不了深厚的程度, 即使是在同一家公司里, 他们也只能是尽心尽力, 共同完成, 公司交给的任务而已, 不会有之外的感情, 可以说, 两人可以合作得很好, 但一旦事情完成了, 那么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世界里, 你还是你, 我还是我, 鼠舌的贵人属相, 鸡,鼠舌的人和鼠鸡的人, 是一对不错的好朋友, 相互之间会有很多的话要说, 为了给某个同事开个玩笑, 或是协商起来忧谁一抹的话, 两个人都会想到一起去, 下了班之后, 他们又会说个半天, 把谁都八卦一番后, 到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, 就如再也见不到面一样, 鼠舌人的性格优点, 专心致志, 意志坚强, 温和, 自爱, 谨慎, 心灵手巧, 想法赋予柔软性, 有神秘浪漫斯文外表, 与熟练处事态度, 冷静沉住, 具有特殊才能, 有贯彻始终的斗志与精神, 不会炫耀自己才能, 而是按自鼓励, 并按照计划逐步前进, 天生感受性及知性很强, 对别人, 却有善意关怀的应变能力, 机运上往往独占先机, 梦想以自以力量, 来创造飞黄腾达的事业, 但若缺乏合作精神, 而容易失败, 沉默寡言, 不轻易动怒, 凡是三思而行, 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, 很了解自已的能力, 很重视精神生活, 拥有来生的第六感, 即超人的洞察力, 对事物观与判断很强, 一生在财运上非常幸运, 从不缺钱用, 对金钱欲很强, 属蛇人的性格缺点, 有时动摇不定, 为自己打算, 多疑有极度和报复心, 心胸狭窄, 内心冷漠, 大事面前优柔寡断, 表面冷漠占有欲很强, 个性上有柔弱的一面, 不亦清静也不轻易表露真心, 更不随便与人交往, 生性虚荣, 常带怀疑的眼光, 情绪不稳, 感情一声波折, 知尽退善交际, 心稍带有极度, 不易与周边人相处, 重感情与金钱, 态度虽然千功有礼, 实际上是个不服输的顽固者, 纳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, 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生肖羊人的后半辈子, 特别五十五年, 六七年, 七九年的, 真准羊是中国十二生肖, 排行第八的动物, 对应地之为位, 我国农历采用甘之纪念, 逢兴魏年, 鬼魏年, 蚁魏年, 丁魏年, 几魏年, 民间俗称羊年, 蜀羊对应的年份, 1907年, 1919年, 1931年, 1943年, 1955年, 1967年, 1979年, 1991年, 2003年, 2015年, 蜀羊的朋友, 往往企图心很强, 为人处世骆驼不羁, 并且性格忠厚,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积攒人脉, 到了后半辈子, 人脉广, 贵人多的蜀羊人, 后半生事业平步轻云, 一路高升, 蜀羊人常有喜事到来, 尤其是到了后半辈子, 可以过得比平常人更好, 蜀羊的人天生性格柔和, 为人处世讲究和善, 对父母尤其的好, 不像我们, 现在生活中的好多人那样, 习惯顶撞自己的父母, 蜀羊的人大都非常顺从父母, 他们自身的福气, 也在一点一滴积累, 而这种福气, 也会保佑他们做事顺利, 事业有成, 将来大富大贵, 后半辈子荣华享不尽, 事业有成, 将来大富大贵, 后半辈子荣华享不尽, 1967年是丁卫年, 丁的五行属火, 卫为羊, 所以1967年出世的蜀羊人, 是火羊之命, 火羊人在各方面运势, 都能和自己心意, 唯一压力过大, 导致情绪失调, 简单激动物事, 火羊人正派, 有义气, 肯帮忙兄弟, 不计较得失, 六七年的蜀羊人少年较辛苦, 需求笔记中年往后, 才可以得到安稳舒畅的日子, 1979年为农历即为羊年, 那因为天上火, 我们俗称火羊命, 火羊的人性格温和, 又喜爱整洁, 所以很少会被别人讨厌, 可是有些微不足道的事, 也能令他担忧, 操心, 一句话, 他需要有独立精神的伴侣, 此人会是他的贵人, 得贵人相伴, 尤其是到了后半辈子, 可以过得比很多人都要好,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兄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敬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